欢迎来到看人X最开心 上一集看得很开心 今天再来 明画古董 几百尺的细单位 时尚简约的设计风格 再配合白色和灰色做主调 在这里 灰色? 那个蓝色? 厕所是灰色 可以是主人房的床头柜 客厅的电视柜 橙色盒那些是马会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马会来的? 嗯 这个三房单位实用面积 596平方尺 原质间隔都算是正 正方形的屋真的很好 对流窗 厨房改成开放式 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 鱼童房不是对着厕所的门 做了室内设计多年 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 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电脑NPC 今年就带你这个西北方 所以买一些房子 其实都不怕西斜的 因为是吉桂 夏天是空位 不怎么说 是不是要搬 你主要是住一年 为什么这道门的角度是斜斜的 一走就走进来 客厅这里就是因应业主的要求 向斜六度至七度 六度至七度 可不可以精进一点? 这个位置的颜色很鲜艳 是啊 没错 客厅这边就比较热情一点 但我看到这个厅的焦点也是这幅明画 没错 一开始它就已经有这幅画了 所以其实我颜色的分配 都是很適合这幅画的 他叫《岳闻君》 是黑龙刚 黑龙刚的画家 我想早二十年前 有起过 我想如果年轻的 应该未必会 喜欢这种风格 所以我猜过 业主、屋主应该 又可以得罪人 Young Sixties 就想用黄色的傢俩 去Echo 有一些柔軟 粉红要很小心处 因为粉红色就比较女性化 怕男主人的咸醋 会把重心放在粉红色里面 也没关系 粉红色可以用Dirty Pink Dirty Pink 或者Dusty Rose 其实也很蓝 我自己也在用Dusty Rose 我不觉得很差 不过可能 意思是画的黄色底 那就搭配黄色的沙发 好过搭配粉红色的沙发 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幅场是 一些冷静与热情之间的组合 是啊 Marketing 冷静与热情之间 但是饭厅那边的色彩和这里有很大对比 是啊 用了一些很酷的水泥颜色 是啊 水泥可以令到我更容易襯托 哇 看到我的厅匙都露了 一条的家品 他有几个古董 是很想融入在这个设计里面的 清代的马鞍 原意我是想改动它 变成一个瓷子架 不过不批准 那先放在这里 我很想喜欢Antiques 但是 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有些人是草的话 真的 可能是价值练成的 譬如像岳敏君那幅画 可以是 其实也挺贵的 不过如果是古董 可不可以展示得好些 其实展示品真的需要一个 好的展示位置 至少有一支灯打到那个位置 或者不想做工程的话 放一支桌灯在旁边都已经很好 有支桌灯照照它 或者Sportlight照照它 那是一个重点 你告诉别人 那是一个重点 那是需要focus 会好些少 不是一个 一块木放在梭装柜上面 是不是梭装柜 这个就是一个价装柜 价装柜 其实我觉得这间屋 有一些古董在这里 令到它的灵魂 好像昇华了 我又觉得设计师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将一些新的设计 一些鲜型啤的颜色 和古董放在一起 那就是说 觉得这间屋 太古色古香 令到小朋友觉得不喜欢 我不介意古董这件事 但是你说那个价装柜 我觉得可以摆位置摆好些 因为它的位置摆在餐桌后面 其实不太看到价装柜 对 价装柜 因为 那它就遮住了 如果你说 这个是一个古董与 艺术品的主题的话 我觉得它们的摆位 值得摆得好些 有一个 有一个好些的安放位置 客厅就没什么改动 但是厨房应该有了吧 是一个开放厨房 是的 没错 这个厨房的原池 就是一个曲尺位 比较尴尬的位置 所以我就决定了把它开放 因为收冷问题要处理好 这里旁边就是一个 似乎是狮子头 不是不是 没有狮子头 为什么 收冷问题要处理好 这里旁边就是一个 一个 supplement的 pantry 空间 可以收纳他的冰箱 supplement pantry 哇 你做一个 supplement 的 pantry 空间 但是 没有储物位置 给人去收好 收纳好一些杂物 不够摆东西 你看那些东西 都放在这里 你怎样拿 那些东西 你一拿就会坏了 至少也有一些层架 因为 我明白它的意思是 想一个enclosure 把所有不漂亮的东西 或者厨子 那些煮食用具 那些东西 就一下子都收了 但是 都可以 做一点点层架 那你 向高发展 我觉得 就算它不够深 你可以在 面向那边做些东西 关上门 看不到就可以了 是 这个单位 这个厨房虽然它是open kitchen 但是它有个凉仓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 因为将所有杂物 都可以放进去 那变成了厨房 什么时候都会这么整齐 做了一个supplement 是不是去用supplement 的储物櫃 储物空间 但是储物空间是凌乱的 拖起了那道门 打开那道门 里面的东西是净垃圾 可不可以做多些储物空间 做足够的储物空间 现在的东西你会 然后就拆开那些储物空间 就掉下来 这个厨房和小朋友房都改动了 为什么走廊一边是白色 一边是蓝色的 要油就全部油好吗 不要油一点不油一点 这个厨房也有不少的改动 其实改小了 就让后一个位置 行出一个空间 可以做一个洗衣房的状容 洗衣房 我给你读设计划计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将一个很普通的idea 销售做一个高级的销售 销售贵一点 洗衣房 房是一个enclosure 应该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它现在是share了厨房 极其量只可以当是洗衣间 不是房 但是我觉得可以的 洗衣机放在厨房 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让它干湿分泌 好过放在厨房 因为洗衣梁那些脏衣 立即在那里处理了它 就好一点 是不是有干衣功能的呢 不知道 香港很少家里有洗衣房 洗衣空间 我希望玻璃可以是 要是清玻璃 要是磨砂玻璃 不要绿色磨砂玻璃 改了一条 为什么有一个金属管在窗里呢 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它是不是负 那条喉是不是负 为什么有负油烟机喉在厨房里 它是不是负油烟机喉 它是不是洗衣加干衣功能 要那条喉 全屋要赚的地方 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 洗衣房 OK OK 洗衣房 你开心就可以了 反而我觉得它做了一个洗衣房之余 还需要一个 储物空间 就是拖板 拖 拖 拖地那些 垃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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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它拍完 不然立刻收起来 立刻收在缸里面 是不是 有些水桶 还有一块 烫衣板 是没有预留位置 给它收纳的 什么都没有 是现成家司 本来门就开在你站这个位置 但是 是现成家司 那我就改了它在中间 还有这幅画怎么过来这么低 左边如果收纳到床 对面就会赚了 可能是一个整个日常季的空间 就会赚了回来 又或者整个入场的书桌位置 就可以赚回来 它是不是未完成的 因为没有衣柜 他的衣服就只放在露台上 马会 那个床边旁边的是名贵古董柜 主人房改动位置 就是将浴室门改为玻璃堂门 增加浴室的活动空间 我奉劝各位如果是兔翅的话 正正经经做到门 因为虽然它这个是名刺 厕所里面已经有窗 但是在房间里面的兔翅 那个门始终都会有湿气 长远来说 门是一个密闭 可以做到密闭空间 让那些湿气流回到玉室里面 就好一点 因为烫门始终都会有隙隙 那些湿气滲入睡房里面 就不太好 还有工业风的烫门 跟这家屋很不够 有很多收藏 在设计上要配合它们 这些古董名画 有什么难度呢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初时看到 它有几个不同的古董物品 我就觉得很开心 譬如它有些名画 又会更新的 有一个清代的木笼 我认为是改变它的颜色 变成一个电视柜 把它放进去 好像都挺风格的 又够了 即是新旧融合 是的 我觉得每个人对忠诚的东西 或者收藏东西 我尊重的 但是都要够才可以 但电视柜 电视下的柜的比例 和电视是有些不够的 因为电视柜应该大 或者等于电视的宽度 仅仅放一个木笼 就仅仅来 还有白色的书柜 可不可以做到门 是现成买的 其实可以买到有门 因为那里很凌亂 我坐在沙发看电视的时候 我一定要逼着看那个方向 我就会看到那堆杂物 我的OCD就会发作 可不可以做回门给它 遮住那些杂物 不知道会不会说 我对有颜色的墙 或者feature wall的讨厌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一清二楚 譬如在风鸣画的墙 然后走廊的墙 这样有颜色的话 在视角上 那个角就会 冲到这里 我在feature wall 说过 游哪幅墙 还有对于家里的视角效果 如果你有兴趣 你自己去看 你入门口 那幅墙就会冲着你 变相 那个厅的尺寸 就会狹窄了 尤其是你游深色 所以我希望可以 转换一下 而且可以的话 整个厅都有同一种颜色 因为你只游那幅墙 其实真的很尴尬 而且很明显 那个单座位 Long chair 其实是硬的 都不够位 它和那个沙发是 overlap了 那整间屋的装修费用了多少 接近100万左右 接手的时候 那单位 就30年没有改动过 而且我们用料的配搭 那个业主的要求都挺高 所以就 建好一些欧洲的物料的选择 我其实觉得这间屋 不像500多 600尺 我觉得像800尺 这个我同意 它四正的屋真的差很远 我感觉真的像有700 800尺左右 因为 它好像有间房子 没有我说 我看到厕所旁边 应该有间房子 我一会看看 对 应该有间房子 我再看一次 客房 客房可能没有装修 所以没有拍 对 拍少了间房子 懂得看就当然看留言 又是 开放式厨房 想放过电饭煲 都没有位置 是不是真的没有位置 对 它那个洗手盘 和主食楼中间的位置 应该不够放 预备食材的空间 是不够位置的 可能无法家庭 You never know 主持人开场白很搞笑 今年北方大利 所以北方没问题 那下年向北大空 是不是要整个村封了它 户主应该拍片 门要斜开做片门 所以同色吸同钱 所以一百万三十岁 师兄 突破盲场 对 拍片 先带回头盔 我不知道 这个频道是讲设计 我不知道 这个厅好像儿童图书馆一样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名画 或者一些很名贵的古董 是应该将所有东西 tune down 它 我又用做食的概念 譬如你煮 煮什么呢 煮什么 煮什么也好 今天吃不太好 等一下 它飞到思想 不知道去哪里 如果你有名贵的食材 譬如好像 大家有没有看过 金肉满堂 是不是金肉满堂 哥哥做的那套 煮猴子佬 明贵的食材 是不应该用其他东西去抢走它 我们应该用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用滚油绿猴子佬就可以了 不建议大家吃猴子佬 又或者煮鲍鱼 煮山珍海味 我不知道哪些 虽然我很喜欢用食做比喻 但是我对食是没什么研究 譬如这些山珍海味 你应该是吃它的天然味道 而不是加很多元素去抢走它 同样道理 你有名画 有古董 有各样珍藏的话 你其他东西更加要 应该 tune down 所以那个名画 那幅墙 不是很应该用一个蓝色 去抢走那幅画的focus 因为它现在好像黏了地 变成一个画的原生 加上黄色的沙发 和那个 我自己觉得 就行了 我就觉得太强了 同幅画 有时你可以进一个gallery 画廊 或者展览馆 假设他们展示 这些名画 这些艺术品 它应该是一个 组织的 canvas 去展示 不是说用白色是好 但是 tune down 会比较合理一点 这件事 其实 卖了古董 买一个合格的古董櫃 现在三个櫃都太小 yes 电视柜又太小 价装柜又太小 其实我反而觉得 那个价装柜 应该跟那个客厅的白色柜 应该相反 至少 那个白色柜 可以放在梳化后面 我看不到 然后那个价装柜 有一个很好的 设计位置 但是那个 电视柜 我觉得真的太小 我的理解 洗衣房应该是 可以做到 洗衣干衣和浪衫的地方 I told you 告诉你 现在只是把洗衣机 放在厕所外面 有什么意思 Marketing的意思 洗衣房 大佬 收人一百万 那来的自信 这位设计师 这么喜欢遮掃人家的窗 小朋友床 已经遮掃了一半只窗 还要嘻刀 就这样放个假 那些衣服 再遮掃另一半 对 这鬼也没有过 其实那个 书桌上面 可以做少少鬼 做几个吊柜 拿来装一下衣服 枪就这样浪费了 设计师是男人 不准人身攻击